这场往后走 吕布已经志愿过来了 好一个Q两个Q 第三Q 关羽Q住之后 跳起来 跳起来没关系 我这边有Q留人技能的 然后一个平A干到这个关羽 但是这个雪豹 雪线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直接放弃了 然后打野的英雄呢 大家千万不要战线 就是说杀了人 杀人越货结束之后 大家一定要赶紧走开 你留在线上只会去吃 对面就是自己下单英雄的经验 因为下单位是个挺重要的位置 可能一个团队 后期最肥的就是下单位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不要浪费时间在下路 给他去抢钱啊 抢兵什么的 野区这么多经济 他是没有时间来收的 所以说我们要收一收 野怪这个东西 你收了他他还会刷 这是一个经济的来源 最近生病了 嗓子不是特别好 那这边带出一双攻击鞋来 好现在蓝不够了 带点蓝 蓝呢 好带出一个眼 下路这时候又可以去了 好我现在把眼坐着 这只有已经 已经越 这吕布给了一个双杀 估计是越塔的时候 给 坐掉了吧 好那现在中路是个残血 刚才看到了 把这个东西调一调 这个位置可能舒服一些 给个深之眼 看看在不在啊 看来不在了 那现在去收收这条龙 看这龙还有吗 这龙还有 那还是老样 开W状 然后加点呢 这个我打龙女 无论什么时候都主Q的 因为主Q的龙女 首先他有一个 相对有一点点爆发吧 要不然你可能 主W主地英雄 没有爆发 还是挺难受的 我觉得 所以说我这边 还是选择主Q 然后W前期 选择指点一击 然后一技能 也选择负点 好 那也收到这条龙之后 还是选择点上Q 然后一技能 前期我也选择点了一级啊 有要点大 所以说前期就是三级的Q 一级W 一级E 然后一级大 龙女这个英雄怎么说呢 好 那这时候看来 吃油ATK的吃油 吃油奶 ATK 没有什么大用的 然后这时候发现他去打 看看他是不是打三条小怪 应该是在打 好 这时候跟吕布打起来了 哎 这吃油还不想走 三段Q 这连上之后再一下 然后这边开W 开始追 这吕布六级爆发有点高了 直接带走了 好 那现在 呃 这边还差一点到六 看看还去刷个什么东西 把小蛤蟆什么都刷了 好 中度这时候杀风暴 但是风暴这时候 好 那这时候中路是个机会 然后我这边传送过来 然后直接往前开W 追 追上去之后 A一下这个龙旗 然后给Kill 把这龙旗收掉 然后我W恢复速度特别快 点出一击大 然后再往后追 现在一个W 直接烫死了 好 那直接把这关羽给烫死了 呃 现在七级了 中路直接收到两个人头 现在非常顺了 然后 把对面去清一清 龙女这个英雄打野 他有 好 可能是他需要无伤 可以无伤打野 但是不好的地方 就是说他打野慢 呃 毕竟只能靠一下下A嘛 对吧 他打野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好 那这时候绕到上路来 好 龙女的W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就是说你的所有的标记性的技能都标不中他 什么关于你的Kill之类的 只有那些不需要标记的那些范围的技能可以大成 比如说吃油都大 波杀洞都大这些 好 我把这个buff抢掉了 好 那这时候发现吃油 好 吃油我现在七级了 这个E技能也累起来 已经累到四层了 好 我现在打的小怪累到四层 累到四层 一点不虚才 就是一个暴击一块鞋 然后这吃油直接是被我A死 好 一个W过去再接最后一下 怎么说呢 龙女这个英雄前期有非常不稳定的伤害 她的伤害是非常不稳定的 好 那这时候看龙女我要过去支援一下 我去人多了 好 开W跑 这个应该跑得掉 关于过来之后一个KillQ到我了 Kill到我没关系 龙女这个Kill起手慢了点 然后被我的W躲开了 就是说有些英雄他有抬手技能的时候 像龙女 他就算Kill到你了 他抬手技能已经出来了 你这时候再开W 他的Kill也是打不出来伤害 好 那现在把这个龙说一说 中路应该又打起来了 看一看 中路已经拼起来了 然后这时候 对面的龙女支援过来 对面龙女状态很好 但是对面现在好几个残废 我现在真 虽然说我残废 但是我不想走 身上没有血药了 还得找时机看看 吕布这是过来 那这时候非常好的消息 这时候吕布拼起来 龙女的W交不交 看他交掉之后 我就可以去了 好龙女W交掉 这时候我也开机W 他W肯定先结束 先结束 直接一个Q 就能把龙女收走 然后这时候车油在踩我 然后我现在WCD好了 之后赶紧往前跑 这时候关于是选中 选不中我呢 所以说我不用怕 好那这时候 看起车油正在往前走 吕布正在追 我现在Q有CD 然后WCD给他一个Q 可惜Q的同时 这个车油也踩了一脚 帮踩死了 这个真误览人 本来想控制好这个距离 然后回家选择戴面具 戴一个鞋 本来想选择控制一下距离的 可惜这个车油的踩的范围 没有计算好 这个也算自己的失误 这个 这个其实真的不应该 我用W再加加速 控制一下距离 把它那个Q就能骗出来就好了 车油300云Q 他刚才正好有Q的CD了 这个自己没有算好CD 好那我继续给大家说一下龙女 龙女这个英雄前期的伤害 非常不稳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前期可能 就是他顺起来的话 那就是顺的没法说 好那时候看着龙女打buff 我这时候去抢一抢 抢是抢不到了 但是我这时候装备比他好 我这时候不需他 好我看了看他的装备 他装备不如我好 好那这时候给他拼 给他拼 然后现在我有Q了 他没Q 然后给个Q技能 他被A的一丝血 然后这时候他开W 我也开W 我的血比他多 我肯定先把他烫死了 好而且我前期带了一个小盾 他注定是屏不勾 怎么说呢 这个也不一定 还是看当时的情况吧 其实龙女这个英雄前期伤害 真的不稳定 大技能和E技能都是被动的 这两个技能都是几率性出发 有的时候龙女真的 前期的时候 一刀 包括E技能爆击 再加上大招的一个 左右后波的效果 就是一刀起来 半管鞋 好那现在顺便给龙女 讲一下技巧吧 这个龙女的技巧 首先 他的大技能左右护波的时候 你感觉他是A两下 动作特别慢 其实这个后摇 是可以取消掉的 就是他会挥剑挥两次 对吧 大家像我这样 走一步A一步 就算他有挥剑的后摇 大家看 可以用这个走位 来把后摇取消掉 这样就会大大加快 你的这个 有效的利用自己的走位 和这个输出的空间 和时间 有人传下来 那我等等他 我现在谁也不怕 关鞋下来了 那恭喜你 这个是送 好 云主 这龙女这次过来了 不过没关系 我这次开W 龙女选不中我 现在把这关鞋先烫死 好 这关鞋死了 这会是龙女 扛着兵线给我打 这是左死 好 这是一个Q 一个暴击 直接打死了 大家看 我真的没什么装备 就一个面具而已 这个暴击爆起来 真的特别特别烫 这个英雄雄前期 跟别人拼的时候 大家一定千万比较 这个英雄位置数 X 一旦 一旦触发一个暴击 或者触发 多触发几次大招的话 那这个伤害 这些是刷刷 就算是你的装备 不如别人 对于龙女来说 你也不一定拼不过 因为龙女永远是 占据一个 对拼的主动权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龙女 他有个W 一个加速的效果 而且还可以免疫一个 单体的一个技能的效果 大部分的英雄 除了大招之外 其他的技能都是单体的 像关鞋的Q 什么风暴的Q 这是乱七八糟的 所以说他可以选择 我到底是要打还是不打 别人没有主动选 龙女永 然后这时候你过来了 我怕他Q 然后直接开这个W 逃开 有青蛙刷刷吧 不刷白不刷浪费 其实刷了这个 并不是为了多少钱 其实就是为了 不让别人刷 把别人野区清光呢 好处就是说 别人可能没经验了 别的倒还真的 没什么太多说的了 这个英雄 反正这个英雄 是个人品英雄 玩的好了 人品好了 那相当厉害 还有这个英雄 大家要注意发育 这个英雄超级吃发育 大家打PVE的时候 也发现龙女的英雄 特别厉害 对吧 所以说 这种被动多的英雄 异常的吃发育 发育的好就好打 好 那这时候我冲过去 扛一下塔 把塔的伤害吸引吸引 要不然这个塔会打我队友的 然后好了 那吸引完伤害之后 这个队友还是死了 然后发现这龙7过来 A一下 一个Q技能 然后借着A A死之后 然后开始A这个吃优 还是走一步A 不因为现在面具 有加速效果的 然后开W往前追 可是这时候冠羽 给了我控制 然后这时候我再走走 这个时候塔的伤害 应该打不死我 现在我绕一圈回来 这时候吕布 再A这吃吃优 然后给个Q 走款这个东西 我已经教过大家很多次了 所以这次我就 不再多说了吧 其实 很多人说 这个叫放风筝 其实不是 对于远程来说 叫风筝吧 对于近战来说 还是叫做 这个走卡 黑毯的RAM 就是打一下 跑一下 打一下跑一下 这个意思 然后回家想 带出个大面具 然后出身面具之后 就有一个双向的 减速加速效果 那这个装备 对龙女来说 简直类似于量身定做 非常非常合适 好吧 这个龙女 真是典型的作色 我这边 不跟他客气 直接干掉 这还有人